網路隨便一搜運財網站 多如牛毛 許多標榜精準分析 都要求會員制 而陽性老闆跟遭槍擊的 銀手騰的資訊公司 算是知名 做得比較好的 應該就是他們了 對 因為大大小小的 現在也都收起來很多家了 曾經擔任大組頭的阿虹 對地下賭盤相當了解 運財發展蓬勃 想要快速累積知名度 當然就是要夠準 不過如果累積了會員 想快速獲利 並非難事 都會抱 可能用兩個社團 然後抱A對 B對 然後 但是一定會中一對 第一個月三十個會員 我只要抱牌準 每個月慢慢的增加 五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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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個有的會員是VIP 一個月可以收到三萬到六萬 那怎麼會買一台 馬薩拉蒂應該是 很容易的事情 這也難怪 他們可以開超跑 晒民調 不需要太多成本 幾乎是穩賺不賠 但是高調形式 風險也相對提高 抱牌抱不準的 會員是不至於去尋仇 他們這種應該是 兩方都是經營者 那你可能有挖角我的會員 對 那把我的會員 我的收入來源 全部都被你挖走了 那我沒有收入 甚至負債 那我只能 只能直接對你們的公司 同行間盛傳這次案件 是搶會員結下殺機 最近三名被害人 跟行凶的張俊豪 之前有哪些 可能業務上的交集 運財賭盤 也是警方現在釐清的方向 記者劉智展 葉維林 陳志庚 台幣報導